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就跟大家延续我们的伊豆旅行 上条片就跟大家介绍了大室山、小室山 以及我们入住的温泉旅馆 今集就来到我们伊豆的重头戏 去探Capipa 出發之前我們去了吃麥當勞早餐 點了這個最近超熱的Magrido 雖然大家來日本都會吃 但其實作為住在這裡的我們也是第二次吃的 動物園和大西山其實只是一條馬路之隔 至今已經開業65年 而公園裡面的動物全部都是放養的 所以小動物都可以在園區裡面自由行動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他們很原始的生活面貌 小動物也都生活得十分之開心 其中就以浸露天溫泉的水豚君 令到動物園在日本一舉成名 另一方面動物園有一個超大型的溫室 專門栽培仙人獎 多達1500種 由吃得去到有毒的仙人獎 全部都可以在這個公園裡面找到 我們現在在看長激烈的球偶劍 這隻大的球皮花 已經穿著小的很久 球偶本來也不容易 我們現在在看長激烈的事 我們捕捉到神奇的一刻 他們喝了奶奶 媽媽覺得痛 叫得做仙人獎公園 整個園區都種滿了不同種類的仙人獎 所以比起叫做一個公園 園區更加像是一個Sutopia 一個動物大集會的棲息地方 所以周圍走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到 有些小動物就在你的身邊 好像我們眼前現在 就看到一個猴子家庭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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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不用在這裡做些什麼 好像做了幾隻 好可愛 好可愛 他站起來好像很害怕 如果大家有follow這個動物園的IG 就知道這隻小鳥經常追著Cupy Pala來咬 我最喜歡咬牠們的屁股 然後猫猫看到就會很生氣 牠很厲害 牠有驚人的鼻力 嘩嘩嘩 牠在哪 嘩嘩嘩 終於來到我們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這個元祖水豚風呂 雖然現在整個日本都可以見到水豚軍在這裡浸溫泉 但如果說到全日本第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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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在公園走的時候就會發現湖的另一邊有一條很大的龍 這條龍原來就是溫室的入口 穿過了高原龍之後就會來到公園最大的溫室 溫室一共劃分了六個區域 會根據不同的多肉植物和鮮人蔣 所生長的地方、氣候而區分牠們 一次過可以親眼看到這麼多不同種類的鮮人蔣 真是十分之震撼 有些鮮人蔣真的從來都沒見過 十分之稀有 也感受到原方是有多麼用心去栽培和種植這些植物 這個公園真是十分之懂得做生意 在走完六個溫室之後 竟然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讓大家自己做一盆仙人蔣回家 經過我們兩個一場辯論之後 最後都是決定做一棵小東西回家 我們最後選這個盤 然後先量一下尺寸 我們要拿個籃子 要不要 好 他教了你怎麼選 即是一個步驟 首先要選一個你喜歡的 然後用一個筷子夾起來 之後再拿去付錢 是呀 這個是這個 嗯 這個是這個是 很好吃 這個 這些 那個 來吧 可以 等一下 往前 先人掌啊 搞笑啊 現在打開我們的先人掌 看看它是不是安全 嘩 它很安全啊 沒事啊 看完小動物 走完溫室之後 就已經超級累啊 還要是這個大熱天時暑的 所以就來到公園其中一間餐廳 坐下來休息一下 和吃個午餐 我們餐點到了 我叫了卡比巴卡 很殘忍啊 要吃掉它 吃飯什麼呢 你呢 你吃什麼 泰式肉水飯 吃飯什麼呢 累到傻了 太好吃了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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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的時間 覺得特別快 最後和卡比巴拉 說聲拜拜之後 我們就離開伊豆 出發去熱海看煙花 一來到熱海 首先就吃個晚餐 這一間已經是我們第二次來的炸豬扒飯 它的豬扒十分之厚 和暖滑 很推薦大家如果來熱海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一間餐廳 我們現在等待看煙花 我們之前已經來過一次熱海 和我們的韓國朋友 那一次我們住後面那間酒店 發現這個位置看煙花超美 所以我們就來回那間酒店正前方的位置 對 不是那間酒店 是那間酒店的前面 正前方 因為有煙花的晚上 那間酒店超貴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預約 還有我們今晚都要回東京 那我們這次伊豆兩日一夜之旅 就來到這裡先了 這次旅行對於我們兩個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旅程碑 將我們由日本留學商的身份 重新帶回到職場上面 開始繼續為我們的工作和事業繼續奪 希望之後會拍到更加多 關於我們日常生活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先了 喜歡影片就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